如果大家每年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的话,那一定会对一些人印象深刻,因为这么一群人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春晚上,比如说冯贡,他已经连续在春晚上出现过三十多次了,蔡明也是春晚上的老人了。 除了这几个老人外,也有一个新面孔经常出现在春晚上,也许你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,但肯定会记得他演的小品,他在春晚上经常扮演保安这样的角色,传递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,他就是孙涛。 从1995年开始到如今,他已经在春晚上出现过十二次了。 1995年,孙涛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,并表演小品纠茶。 这期间他也参演过电视剧与电影,出演的角色也是关于军人题材的。 2013年,他第九次在春晚上表演,你贪上身了,是演客禁之首的宝安。 2015年,他第十次在春晚上表演社区民警于三快。 2016年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放心吧。 2017年,他搭档言学经,刘一伟表演小品真情永驻。 这四次的春节晚会,他都是扮演的客禁之首的宝安,在公民与钱财的诱惑面前,保持一颗正直的心。 这也是我们社会一直推红的价值观,荧幕上的他像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。 而实际上1968年,出生的孙涛现在已经50岁了。 大家很难相信吧,颜值与年龄是有点不匹配的呢? 孙涛高中毕业后参军,先是被分配到了新疆,之后又调到了济南。 几年的军旅生活使得他十分阳刚,他是那种性的活泼的人。 上级觉得他比较适合学本体,就把他调到了宣传队,之后又到诗宣传队。 军宣传队,他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,并且十分幸运地被录取了。 在递交毕业作品时,孙涛苦心揣摩,细心观察生活,拿出了反映军容军纪的小品纠察。 也就是因为他的用心,这部小品入选了春晚的小品系列,也就打开了他的春晚小品生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